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应该认识 打倒日本中国主义 打倒日本中国主义 大姐 您看 如今香港人民的爱国热忱 绝不哑于当年的香港大罢工时代 打倒日本中国主义 香港的同胞们 我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 向你们呼吁 舅舅 敌人炮火中的灾同吧 他们是我们未来的一代 他们将来 要在这一片 他们的父母正在为之战斗 受苦受难 流血牺牲的土地上 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的子民 成为民师的一代 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 表现在帮助 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心 为此就跟在我们车后面 在国的钱和物交由保卫中国同盟 我们一定把这些钱和物送到抗日前线 孙夫人 看你高兴的 夫人 夫人 您的贵客到了 小超 孙夫人 我们又见面了 小超 我特意约香宁来见你 太想你了 何大姐 我们也想你啊 小超啊 我们都快十一年没见了 同是中国人 我们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 见一面就这么难呢 你说得好 为了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 可以自由相见 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奋斗 是啊 李姐 为了欢迎久违的贵客 我特意煮了咖啡 请给我们端上来 好的 来来来 我们都过来坐在沙发上 说说各自的心理话 好 听孙夫人的 孙夫人煮的咖啡好香啊 那我们就边喝边谈 请 好 来 谢谢 孙夫人煮的咖啡 真的是 唇香四溢啊 将来 等新的中国建立以后 你可以随时到我家来 喝我亲手为你煮的咖啡 我真盼着这一天 能够早点到来 我想会的 我跟小超的心情是一样的 你来香港之前 我的小妹美玲 亲自从武汉发来电报 说你要来香港复查肺病 要我带她接待你 非常感谢蒋夫人 我看蒋夫人哪 是对你特别关照 她的意思我是明白的 我当时就回复了电报 说我一定请人 安排香港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大夫 为周夫人复查身体 谢谢孙夫人 小超啊 我听汉年说 你想见当年 曾经跟随先总理 推翻地制的胡恶宫 她呀 这些年 一直住在我大姐公馆 当客亲 且和外面少有来往 我想了想 还是由我 借看大姐的名义 去一趟孔公馆 那就 太给夫人添麻烦了 你我之间 何谈麻烦二字 夫人哪 你赶快谈谈 小超复查的事情吧 瞧我 关于你复查身体的事 我和湘宁商量了 找了一家妥当的医院 明天就让汉年和李姐陪你去 谢谢孙夫人 谢谢何大姐 小超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小超 还有一件事 今年六月 我们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 你们的老战友 廖成志同志 实际上 是保卫中国同盟的发起人 负责人 何时想见 由我来给你们安排 真诚地感谢孙夫人 小超啊 我们还组织了香港妇女 支援抗日将士未劳会 有时间呢 我来安排你 会见香港各界妇女代表 到时候你去参加 他们的一脉会 太好了 好 来来来 光谈正式了 喝咖啡 好 好 收到 请坐 大夫 病人恢复得怎么样 很好 真是个奇迹 这奇在什么地方 从检查情况看 当年你的肺病相当地严重 现在恢复得这么好 不可思议啊 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 想起啊 等片子出来就知道了 那就回去好好休息吧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不客气 不客气 好 慢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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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 被您称为小妹的 影超啊 真认不出来了 那时候 你是二世出头的小姑娘 现在是鼎鼎大明的革命家了 怪我老眼荤花 真认不出来了 小超妹妹 这位是 这位啊 是我要给您介绍的新朋友 他叫潘汉年 久温大明 如雷贯耳啊 来来来 你好 坐下他 来 来 请坐 请进 您好 请用咖啡 谢谢 请慢用 谢谢 您请 谢谢 多谢啊 胡老先生 我发现啊 无论是老朋友 还是未曾谋面的新朋友 大家都非常关心您 好好 谢谢 我的好友李希九怎么样了 很好 听说 他在天津当御工 最近啊 我常看见秀才张有余的文章 他怎么样 我很想念他呀 我们偶然会在武汉相遇 他呀 也非常想念您 我想你们也计算是否计划 我想你们也都知道 国民党政府决定 八月一日开始迁都重庆 据说我那位好友 汪兆明 已经带领国府的大小官员 迁到重庆办公去了 听您说话这口气 您似乎对这位老朋友不放心哪 我想 你们也不放心吧 为了抗日救国 我还可以像当年在上海一样 和这位新朋友潘先生 纵论天下 这正是晚辈所希望的 小朝妹妹 你们在香港多住些日子吧 如果有什么需求 尽管吩咐 说到吩咐 您真是折煞我这个小妹了 这次来香港 主要是为了复查身体 和拜见您这位忘年之交 事情办完了 再过几天 我就陪孙夫人 去革命策源地广州 去演讲 发动妇女 走出家门 准备抗击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很好 见到廖夫人和承志了吗 还没见承志 近期孙夫人就会安排的 好 来 请喝咖啡 请 来 谢谢孙夫人 在您的帮助下 我来香港的事情 十分顺利地完成了 今晚再见一下承志 我就可以陪着您去广州 亲自拜夜 黄化岗七十二烈士的陵墓了 夫人 承志到了 今天啊 我聊承志就没大没小了 首先给您鞠个宫 然后就跟远方的客人 小超大姐聊天了 你这个胖仔 李姐 我们一起下厨 亲自为承志 做他爱吃的日本料理 妈 今天啊 我要向苏武学习 冻死不穿北国衣 饿死不吃北国饭 今天就吃您做的法师大餐 好 今天就改吃法师大餐 真没想到 在香港还能遇到您 欢迎啊 来 这吃嘛 就由孙夫人管了 住呢 由香港工尾包了 我呢 就负责向您传达 刚刚接收的 周公 请您尽快赶回武汉的 电报精神 快把电报给我看看 没想到啊 这老特科了 也会忘了我们的纪录 你说得对 那我就坐在这儿 听你传达武汉来电的精神 好 第一 周公 王明 伯古 徐特丽 于九月十日返回延安 第二 周公出席了政治局会议 王驾翔在会议上 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 要以毛泽东同志为首 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太好了 太好了 小超大姐 中央对香港工委 还有什么指示吗 坐 继续认真贯彻 党中央的政治路线 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 贯彻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 坚持进步 反对倒退 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的方针 尤其是要利用好 香港的优势 揭露蒋汪 尤其是汪精卫 打着和平的幌子 行卖国实质的 投降路线 请转告中央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真的想随小超大姐 和孙夫人 一起去广州 站在黄花岗 气势而烈时木槿 告诉我父亲的战友们 在天英灵 曾与他们一起战斗的 汪兆明等人 就要投靠日本军国主义了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邦们 我们广州 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为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请国母宋庆龄女士 给大家讲话 同胞们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 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保卫大武汉的战斗 就要打响了 我们的军队 尤其是深入敌后的八路军 新四军 缺衣少食 没有弹药 将士们受伤了 连急救的药品都没有 怎么办 我在香港 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 向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 还有那些 反对战争的国际友人 求援 加拿大的白秋恩大夫 背着药箱 来到了中国 印度的医生 爱德华等 也拿起了手术刀 冲上了抗日前线 救死扶伤 我们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做好 保卫广州 保卫香港的准备 打倒日本军国主义 打倒日本军国主义 打倒一切爱国贼大汉烟 打倒一切爱国贼大汉烟 把日本军国主义强盗 赶出中国去 把日本军国主义强盗 赶出中国去 同胞们 下面 请广州人民 最为熟悉 最为热爱的 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同志的夫人 邓颖超女士 发表讲话 同胞们 姐妹们 在这抗战的重要关头 只有扩大我们的团结 巩固我们的团结 才可以 告慰七十二烈士们 还有先总理的在天之灵 才可以不辜负 孙夫人对大家的期望 才可以争得 抗战的最后胜利 才可以把日本军国主义强盗 赶出中国去 让我们一起告呼 打倒卖国贼 把日本军国主义强盗 赶出中国去 把日本军国主义强盗 赶出中国去 把日本军国主义强盗 赶出中国去 打倒卖国贼 把日本军国主义强盗 赶出中国去 小超啊 你南下广州 香港这一个多月 姐妹们纷纷杀上前线 抢救难童 现在全国各地 抢救出来的难童 已达万人之多 昆仑同志一定告诉你了 蒋介石一方面高喊 保卫大武汉 一方面不止军政人员 向南方 向重庆等地撤退 这样一来 全国的难童人数 将会成倍地增加 那我们下一步的中心工作 是什么呢 第一 要把武汉的难童 有计划有步骤地 撤往重庆 第二 要把教育难童的工作 当成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对此 我们需要拿出一些 具体的设想 我和安娥等同志商议国 我们以重庆为中心 在全国各地 创办难童保育院 同时呢 我们根据难童的大小 智力的高低 分别设有育儿育婴 此有不同的学伴 那你们一所保育院当中 计划收容多少孩子 四五百人 这样一来 全国要设立几十所保育院 经费从何而来 上百位教师 又从哪里招募 这些我们都需要 拿出具体的方案 我这就去洗草方案 好 好 你看 她在那儿呢 小超 小超大姐 我把胖姐给你带来了 胖姐 我交给你的任务 完成了吗 为什么 她已经由今天上午 乘船去重庆了 那 我到重庆之后 我也要去找她 嗯 超超 你别忘了 我们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啊 怎么会忘呢 我们要一起去参加 大作曲家险青海 和钱韵灵的婚礼 走吧 走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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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海同志 你是今天婚礼的司仪 请你宣布婚礼开始吧 好 同志们 遵周公之命 我宣布 险星海钱韵玲 结婚典礼 现在开始 同志们 我平生参加过 很多次的结婚圣礼 可唯有今天 我是怎么也笑不起来 这是因为今天这场婚礼 是一场特别的婚礼 永至不忘的婚礼 下边 有请我们的郭厅长 在日军进攻武汉的枪炮声中 为我们的战友 险星海 钱韵玲 主婚 同志们 星海同志 出身贫寒 为了追求他所钟爱的音乐事业奔波十多年 但是 只要祖国母亲 向她发出了 胖日救王的命令 她就毫不犹豫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为祖国呐喊 直到今天 才举办自己的婚礼 我以为 这才是祖国人民 最需要的艺术家 我建议 把今天 险星海 钱韵玲的婚礼 变成我们三厅 在武汉举办的最后的晚宴 大家可以分别给新郎 新娘 寄予盟制 同志们 你们看这样进行 好不好 好 好 我首先 响应郭老的提议 请求 第一个发言 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 我首先要祝福你们 倾心相爱 白头偕老 好 同志们 我要送给新郎 险星海同志一份电文 就算是送给新郎新娘的一份礼物吧 谢谢 同志们 按照祖宗的传统 结婚收的礼物 是要公开的 我提议啊 让新郎官显星海 给大家把电文念一念 好不好 好 好 显海 念念吧 好 显星海先生 延安 在南下香港时 见到了孙夫人 当他得知你们就要结婚 让我转达对你们的祝福 并希望大作曲家 险青海先生 能够创作出中国风格的 英雄交响曲 请孙夫人放心 我一定会写出 代表中华民族灵魂的 立作 好 谢谢你 恭喜 谢谢 恭喜 谢谢 同志们 我说几句 星海同志就要去延安了 我是真心为他高兴 可这也意味着 我们就要分别了 作为一起工作过的战友 我这心里啊 真不是个滋味 星海同志 在你的婚礼上 我想最后再向你提一个请求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杨汉生同志 您在餐厅是我的领导 有什么要求 您就尽管说吧 我想请你 再为我们写一首战歌 让我们唱着这首战歌 奔向各自不同的战场 那 请问您对这首战歌 有什么想法吗 有一位诗人写了一段歌词 非常有力量 名字就叫 到敌人后方去 到敌人后方去 把鬼子赶出镜 不怕雨 不怕风 包后路 出骑兵 好了 真是太好了 您放心 我一定把它写好 让到敌人后方去 这首歌 伴随着我们的战友 杀向不同的 抗日战场 抗日战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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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请 报告 您的贵客曹大姐到了 孟军 小超 您好 小刘 赶快给你曹大姐搬把椅子 再倒杯茶水来 这儿还是国民党的陪都呢 办公条件都不如我们的延安 不准发牢骚 快去倒茶水 搬椅子 服从命令 我这就搬椅子 倒茶水去 小超 你别怨头发牢骚 这可是堂堂的八路军 住重庆的办事处 这房间也太小了吧 周副主席从桂林回来 他在哪儿办公啊 他就在这里办公啊 这太出乎我所料了 孟军 现在不是讲条件的时候 那也不能在这儿办公啊 我昨天跟着昆仑去了上青寺 且不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官邸 就说那些国民党的元老 行了 这些我还不清楚吗 我是说 这很不合理 孟军 一句话 谁让我们是共产党员的呢 好吧 陶大姐 我们这条件就这样 您啊 就凑合着做吧 好 谢谢啊 小刘 茶水呢 他们开水喝完了 等烧开了水 我再给曹大姐泡茶去 孟军 实在是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的 一句话 谁让我们是共产党员呢 那这样 你先坐 咱们坐下来 一起谈工作 小超 我们俩别在这儿谈了 那咱们去哪儿谈 家陵江边 在国府正式撤出武汉之前 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 我们分三批 把近五百个孤儿 都转移到了重庆 先安排在 万寿宫临时保育院 后来转到了 戈勒山保育院 这些孩子 来自天南地北 大小不一 光为了他们能吃饱饭 穿暖衣 就 这些 都在意料之中了 孟军 这些孩子 有高有矮 有胖有瘦 你是怎么把他们 统一的服装 改成大小和珅的棉服 我带头学 然后再带领男女老师 一起改 不知熬了多少个 不眠之夜 终于 在寒冬到来之前 让孩子们 穿上了浸暖和 又合身的棉衣 了不起 你们是中国 最伟大的女性 这不是最难的 有的孩子 来自山东台儿庄 有的来自上海南京 还有从武汉 转过来的 有人爱吃煎饼 有人爱吃大米 但不管给他们 上什么饭菜 他们都会吃得 一干二净的 吃完了 还意犹未尽的样子 有时 自己吃不饱 还要省下来 给其他的孩子们吃 每当我看到 这个情景 我就想流眼泪 这些孩子 都是一些 失去母爱的孤儿 我们要 更多地关爱他们 想办法 让他们吃饱饭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尽可能安排 让他们吃一次 自己喜欢的家乡饭 现在孩子 收容来得越来越多 资金是个问题 教育也是个大问题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个性呢 又都不一样 遇到了问题 不知该怎么处理 他们之间 有时候也会产生矛盾 孩子都是善良可爱的 需要给他们 正确地引导 讲一些革命道理 培养他们 好的道德品质 只有给这些 祖国的小树苗 打下良好的根基 以后啊 才可以成为 对国家有用的 动量之材 这是我们保育院 最重要的工作 我相信 在我们关爱和教育下 孩子们 会很快地成长起来的 大姐 大姐 胖姐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有个孩子上头下线 好像是食物中毒了 就是那个叫小冉的孩子 怎么会这样 走 我们去看看 好 小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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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这边 小赵大姐 曹大姐 现在孩子还很虚弱 我之前已经送到医护室了 小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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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 邓妈妈来了 邓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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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 我看看 邓妈妈 孩子们 孩子们 邓妈妈 不哭不哭 跟邓妈妈说说 邓妈妈 都是我不好 小冉 小冉 吃了我的煎饼之后 就这样了 什么煎饼 怎么回事啊 小冉 好孩子 告诉邓妈妈 你放心 曹姑姑和我 都不会怪你的 小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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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幸福了 孩子们 带我们去看看小冉 好吗 好 走吧 走吧 怎么样 现在好了 我没事了 可是王家送的煎饼真是好吃 孩子们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 我的孩子们 能够相互照顾 彼此关爱 妈妈真的很感动 我一定加倍努力 让咱们过上美好的生活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 邓妈妈呀 是走过万里长征的女英雄 长征的路上呢 要比我们现在啊 艰苦危险得多 我们请邓妈妈 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好不好啊 好 长征路上的雪山 高原缺氧 那个时候 我的脚 就像被拴着一块大砖头一样 一步也走不动 当时我又是个病号 无论如何也翻不过雪山 怎么办呢 那些没吃没喝的红军战士 他们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 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 在他们的帮助下 我翻过了雪山 可有些红军战士 却永远地留在了雪山上 孩子们 你们谁能告诉我 红军战士 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不知道 不知道 他们就是为了 打败那些敌人 让天下的孩子们 都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家 都能够在自己的亲爹亲妈身边长大 孩子们 今天大家就凑合着吃榨菜 明天曹姑姑一定要让你们吃上 新鲜的蔬菜好吗 好 好 晪姐 下链开饭吧 是 孩子们 开饭了 开饭了 开跑 来 开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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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长出ront了 快 jorn Pac 快点联 deck 还快点联 leader 来 吃吧 孩子们 开饭了 来 给 来 吃饭啊 给的 来 给你的 够了 米饭够了 这边有汤吗 这边还没有 来 烫啊 慢一点啊 都有了吧 快吃吧 吃饭 邓妈妈 明天我们真能吃上青菜吗 我看呢 不需要等到明天 真的吗 真的 邓妈妈说话是算数的 今天晚上能吃上吗 我看呢 能 来 同学们 等妈妈说了 今天晚上就能吃上青菜了 真的吗 曹园长 小超大姐 青菜到了 孩子们 买青菜的车到了 大家赶快放下碗筷 现在我们一起到外面拿青菜 好不好 好 孟姬 我们走 走 慢点 慢点 都慢点 孩子们 慢点 慢点 孩子们 别抢 别抢 拿好了啊 别抢 别抢 孩子 别抢 孩子 别抢啊 这个好 来 拿好啊 来 拿好啊 来 拿这个啊 拿这个啊 这个啊 拿好了啊 拿这个啊 拿好了 小超 拿着 这又是用你的薪水买的吧 昨天 参证会发了响 我就拿出一部分 捐给了保育院 当妈妈的 给孩子买点青菜吃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不要放在心上 这就是我们的小超大姐呀 来 给你 来 拿这个啊 什么都不要说了 既然我们要做 全天下孩子的妈妈 就一定要做到 宁可自己饿着肚子 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 等一会儿我就要回去了 有什么困难 一定要告诉我 我们一起想爸爸解决 好的 来 你拿着这个啊 拿好了 多可爱的孩子 来 来 来 孩子们还好对啊 孩子们 停一下 快来集合 快 集合了 集合了 快过来 孩子们 我们先谢谢邓妈妈